最近割雷菜介紹不好 農民是九戶連天 奉迎鄉環社船長許太孫 就過程以一顆二十塊的介紹 開放後賓獎來賣菜 鄉長鄉長知道了也在不去買 奉上向鄉來辦理共產的社區關懷起點 為中不會來割菜 一顆粒大 還有百萬的割雷菜 大部分都已經生了 不過餐裡面就是看不到農民來採收 因為最近的割雷菜介紹不好 餐煮過程不來採收 一顆二十塊的介紹 開放後賓獎自己來辦 鄉長主演長表示 村長種的高雷菜香甜好吃 他們家是特別來賣一些 送給社區關懷起點共產需要 另外他也有推薦給大家 吃過都吃了 我們福興鄉環夏川的村長 因為他很打拼 也是一個很好的農民 這回種很多高雷菜 他的高雷菜很好吃 很甜很好吃 但是現在高雷菜比較自銷 所以他們也特別叫我們的村長 給我們的社區 我們鄉英雄委員的社區 如果在辦老人共產的 我們都會跟一個人 送二十五顆的高雷菜 讓我們的老人 可以做回來獎餐 因為我們的高雷菜很好吃 但是一時間 現在都可以採收 消化不去 我們的村長現在 犧牲全部都來打拼 如果有愛要吃高雷菜的人 在我們福興南 在我們的遠大白旁 我們從我們的高雷公路來 要用福興的方向 在我們的家鄉平 就看到一區高雷菜很大屁 我們的村長 幾歲 熟熟的 我們自己可以帶孩子 來這裡親子遊戲 大家一起帶孩子來 帶孩子來我們高雷菜 來體驗 我們的採收高雷菜的過程 鄉長表示 高雷菜是一個很好的實在 可以做很多好吃的料理 歡迎鄉親可以來買福興鄉 在地的高雷菜 香甜又好吃 新中華媳婦 超中間福興 彩虹伯德